他在这个湖底沉着,他也不往上爬 到了一定程度,叫秋风起蟹脚痒 这螃蟹该往上爬了 这时候怎么抓他呢 往往在港湾那儿啊 设一道竹炸 就竹子坐在炸 然后晚上呢,在这上面点上几盏灯 这螃蟹一见亮啊 就往这凑合 就会爬到这个竹炸上面 到这个凌晨你来 你提着竹炸,上面全是螃蟹 这叫炸蟹 那个头大呢,就大炸蟹 一般来说,阳城湖大炸蟹 它得有点标准 你供的得三四两,母的二三两 一般是硅格蟹 就到一定标准的硅格蟹 供蟹,阳城湖大炸蟹是四两 母蟹是三两 你得到这标准 所以这个,咱们管它叫阳城湖大炸蟹 大炸蟹又被称为金爪蟹 是中华融蟹的一种 广泛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 和湖港岔之中 其中阳城湖因为水面开阔,水草茂盛 非常适合螃蟹生长 凭着鲜维独特的肉质 阳城湖大炸蟹逐渐声名远播 虽说大炸蟹好吃,但养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因为螃蟹是甲壳类动物 每次长大都要退去原有的硬壳 在等待新壳长出的时间里 螃蟹是非常脆弱的 一只螃蟹要经过紫蟹,豆蟹,扣蟹,黄蟹等几个成长阶段 最终经验丰富的蟹笼会依据蟹壳颜色的变化来判断是否成熟 通常每年四月到十月是大炸蟹的生长期 十月以后大炸蟹开始冬眠 因此今秋九月就成了收获大炸蟹的最好时节 每天一到中秋前后 你看呼阳呼阳各个地方卖着大炸蟹 那么中国人确实特爱吃螃蟹 有好多人不嫌费事 你看有的在餐桌上把螃蟹拿出 又去盖又什么的 反正我看着是很费事 但是爱吃这口都说美味到顶点 大炸的螃蟹肉更鲜美黄多 我们都喜欢吃 肯定是喜欢吃大的 大的黄多高多肉肥味道更好 但是有些东西老外不敢吃 你就说这大炸蟹外国人不敢吃 说那外国人轻也吃不着 不是大炸蟹在老外那边比咱这偷偷泛滥 怎么回事呢 这是一百年间吧 中国和欧洲不有贸易吗 远洋货轮吗 这个大炸蟹就顺着这个货轮呢 到那边去 说货轮能带多少呢 你不知道 那个吨位越重的货轮 它有压舱水呀 那个水从咱这江河湖海里的水 一直带到英国 这里头就有大炸蟹 咱们以前有期老量观世线给大家讲过 叫外来生物物种入侵 这就属于外来生物物种入侵 它到了欧洲 结果英国德国这个淡水河流域 非常适合大炸蟹生长 大炸蟹在这地方没有天敌 在英国把英国当地的红毛蟹 给碾得滋滋跑道 因为这大炸蟹咱们知道 块头也大 壳也硬 蟹钳子也好使 把当地其他物种 能跟它发生竞争的 打着落荒耳逃 就把这个英国德国这些淡水河流域 让大炸蟹给发展 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据德国媒体报道 原产于中国的大炸蟹 如今在德国河流泛滥成灾 由于大炸蟹在欧洲缺少天敌 数量难以控制 大炸蟹又喜欢在河岸边挖洞筑潮 可能会导致堤坝倒塌 过量繁殖 挤占其他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 对德国的生态系统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个报告称 大炸蟹仅在德国就造成了超过8000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6.4亿元的损失 德国人在这一往下去往上捞漫鱼 捞上都大炸蟹 有人说这好事啊 大炸蟹多贵啊 这多好吃啊 但是德国人英国人不敢吃 为什么这个东西长得太吓人了 你看张牙舞爪的还横着走 所以在英国德国的童话里头呢 就是面目猙獰的妖怪 就跟咱们童话里的大灰狼差不多 没人敢吃这东西 那怎么处理呢 后来德国人想了个办法 原先是什么呢 大量的把这些大炸蟹杀死 或者剁碎了 做成这个动物饲料 现在德国人一看呢 中国人爱吃这个 捞上来卖给中国人 搁到华人超市 华人餐馆里头 一公斤到五元到八百元 也就是说一斤四十块钱 所以你看 这个不同的地区的饮食文化 它这区别大了 其实中国人原先也不敢吃 你大伙还记得吧 咱们一说什么事 有一个人敢于冒险 大胆尝试 咱们经常说 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什么意思 就是螃蟹的模样太可怕了 大甲壳虫似的 没人敢吃原先 鲁迅先生不说吗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很值得佩服 那么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呢 这个事在网上追溯到大雨治水那个年代 也就是说下潮之前 大雨治水呢 带着手底下很多人 各个地方看呢 怎么疏导这水流啊 结果发现水里有一种大甲壳虫 就螃蟹 那时候还没有这名的 两个大钳子 这人有时候一下去 这太多了 它夹人的手 容易把人给夹伤了 所以当时管他叫夹人虫 说这东西怎么处理呢 太多了 哎呀看这玩意好爬 横着爬 这时候大雨手底下有个特聪明的人 名字叫巴姐 这个人想个主意 根据螃蟹的爬行线路啊 我在这挖烫沟 然后在沟里呢 倒上开水 这螃蟹一倒着就掉沟里 一倒着就掉沟里 这夹人虫进里头就被烫熟了 给烫死了 这不就解决这问题了吗 可是这巴姐发现呢 开水 把这夹人虫烫死了 一看这壳原先是青的 都烫成红的了 一闻呢 哎呀有股香味 特别香 这巴姐经不住诱惑 她也是个美食家挺馋 就把其中一个夹人虫拿出来了 一闻真香啊 再一看这盖都松了 打开一看里头 那时候就看着蟹黄啊什么这些 哎呀怎么这么香呢 这人胆着大 我试试 能不能吃豪宝吃 尝一口 哎呀比天底下什么都香 她发现好吃了 告诉大伙 所有人都开始跟着吃螃蟹 所以巴姐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叫夹人虫吗 他不是巴姐吃的吗 就把这解字啊 下面加上个虫字底 哎 念蟹 螃蟹螃蟹 就这么来的 自那以后 中国人在山上吃 可是这一吃这东西好吃 还真就上瘾了 历朝历代的文人默克尔 里边吃螃蟹的高手多了去了 有的都吃上瘾 徐北红 大画家 最爱吃螃蟹 他讲了 鱼是我的命 螃蟹是我的冤家 我见了冤家就不要命了 非常爱吃螃蟹 古代还有那么一位 戏剧理论家 李渔 李渔就后来也写过 利翁对运 好利翁嘛 咱们有说 蒙学教材里经常有 天对地 雨对风 大路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吃对苍穹 雷烟隐 雾霧 蒙日下对天中 开日大鸡 对万事横通 这就是李渔的对的本 很有名的 有文化的 这么个大学者 他就爱吃螃蟹 他一顿的能吃二三十个 在人的肚量也大 而且吃螃蟹给他呀 还带来很大经济压力 每年那一到夏天 他就开始攒钱 就等着秋天 攒这钱买螃蟹 他管这钱就救命钱 而且李渔吃螃蟹 吃出品来 他认为天底下呀 大凡天下美味 力在孤行 什么意思呢 你要蒸螃蟹就干蒸 你别搁什么油盐酱醋 那些什么的 耽误着味道 就是这个清蒸螃蟹 别的什么也不要讲 他甚至家里头 专门顾及人 给他弄这螃蟹 把螃蟹捞上来 搁那个家里大缸里头 喂 搁什么 搁鸡蛋黄喂 来摧肥 他管给他养螃蟹 这些奴才呢 咱请名叫蟹奴 你看 所以李渔这人 真是这方面 一个天字第一号的 螃蟹上的大吃素 喜欢这个 所以你看呢 吃着吃着 中国文人 愿意在这上 鼓着点湿 在螃蟹身上 他也得弄出点文化味道 什么味道呢 咱们经常听说蟹八酱 有人以为蟹八酱就是 把螃蟹 一种做法 分成八块 不是 蟹八酱是 专门吃螃蟹的工具 咱们现在有的朋友 你比方说我 我不怎么吃螃蟹 不是说我不喜欢这味 你要把螃蟹都给我食的好了 蟹肉也放着 蟹黄也搁着 我也吃 可为什么我说不怎么吃 我嫌的麻烦 那么中国古代 有很多人吃螃蟹 也嫌麻烦 他摘起来费劲 一顿饭吃完了 一个螃蟹没吃完 所以中国文人 针对这个 发明了蟹八酱 就是八种吃螃蟹的工具 这工具是什么呢 叫 剪锤敦斧 刮食插镍 这八样 说干什么用的呢 剪 剪刀 就把螃蟹 这俩大钳子 那些腿 都剪下来 斧是什么呢 就削 端饼腑 把它切开 锤和蹲干嘛 这锤啊 小圆锤 蹲呢 说白了 菜堆小圆桌 就是用这锤 敲这个蟹壳 让这蟹壳自然的 跟下面的蟹肉分离 有人说那生掰 生掰有时候掰的不好看 而且还容易把手弄坏了 刮是什么呢 里头有些不太好的 刀给它刮掉 叉呢 是用叉子呀 把蟹脚里的肉勾出来 链子 是把里边不能吃的 蟹胆之类的不好东西夹出来 别吃它 那里头有毒 诶 食呢 就是咱们就说这个勺 把蟹黄挖出来 放一边吃 所以这套程序下来 这么八件东西吗 叫蟹八件 然后你才能 连迟带玩 这蟹八件什么做的呢 大多是手铜做的 讲究点也有个银子做的 那时候苏州啊 晚清时候嫁归 培价里头就有黄金做的蟹八件 当做姑娘的培价 当然金子不大适合用 当蟹八件使用没银子好使 而苏同呢 容易把食品污染了 所以讲究的蟹八件 基本是以银的为主 你就看看中国人吃螃蟹 这工会是不是下大了 那么眼下呢 我这一说可能有的朋友 听这都直咽口水 买两只明天中秋了 好好吃吃 我就买阳城湖大闸蟹 我先告诉你 你现在在市面上 网购啊 这个现象 把我们这个 阳城湖大闸蟹都冒着 阳城湖大闸蟹 现在把可能就是 我估计它几个阳城湖的产量 我们都给他们 都给他们卖掉 再有一个 今年统一捕捞时间 9月22号以后 阳城湖大闸蟹才捕捞 我们不少观众朋友 你在9月22号之前 很可能有人就给你送大闸蟹了 它那能是真的吗 正宗的阳城湖大闸蟹是什么 就是在阳城湖里头养的 这叫阳城湖大闸蟹 可是呢 当地有很多人呢 因为在湖里养 它成本高 它改成在鱼塘里养 这个水呢 也是阳城湖的水 圈好的鱼塘 那个成本比这可低 所以用糖养的大闸蟹 冒充护养的大闸蟹 你别说外人看不出来 就当地养殖户 你要真拿来 它也不见得能分出来 那你说这个成本 比那个低多了 价是一样的价 甚至比那个可能还高呢 你这不算造假吗 有多少增长 你说不在吗 我不跟你说的 我会跟你说的 运气好慢慢的增长 运气不好慢慢讲 再有的 这样假还不算是最假 它毕竟都阳城湖水嘛 还有再往下一点的 阳城湖上游是太湖 用太湖湖蟹 来冒充阳城湖湖蟹 咱们平常人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因为你外表都一样 都是那青壳 白杜 黄毛 金爪 你看不出有太大区别了 而太湖的湖蟹 上市比阳城湖这早 也冒充阳城湖大闸蟹 你记住反正9月20号以前 阳城湖大闸蟹 有现货 那好多都冒充的 再等而下之的假冒方法 那就更让君子不齿了 别的地方捞点湖水里的蟹 到阳城湖这一锅水 蘸点水就算 阳城湖大闸蟹 一里面子好多都冒了 那这一关 一里面子好多都冒充的